今天花蓮的这一场大地震是造成花蓮有许多的灾情 但是也是否明天开始就是清明连家 因此有一些人他们是打算要去花蓮来旅游的 所以现在旅行业者这边他们也是有接到不少人 都是说要取消 来看一下旅行业者他们是怎么做因应的 我们现在要统计的是4月3号到4月7号 这段区间包含预定我们花蓮饭店 或是环岛之星花蓮行程旅客 目前粗估已经有超过4500人左右 那因为刚好接下来就是清明连家 所以相关的旅游需求是蛮旺盛 所以其实影响也相对蛮大的 其实我们早上的话就已经陆续的 收到蛮多旅客这方面的询问 那包含退费或者是改期的部分 我们都有在优先帮旅客处理当中 好可以看到旅行业者这边是说 他们从今天早上开始就已经收到不少人 他们是在线上是做取消 要去花蓮旅游 因为毕竟现在去花蓮 大家还是会担心 尤其是现在有许多灾情传出 所以在这个部分从今天开始 其实旅行业者那边说 从今天开始就已经有人 是要在前往花蓮的路上 所以他们也都做了紧急的安置处理 是把他们就是 比如说有人要折返的话 是帮他们把他们接送回来 但是他们也说了 像是从今天开始 这个廉价的部分 要去花蓮旅游的部分 他们也都可以来做这个全合的退费 而目前大概跟旅行这边 旅行社这边是做来做这个旅游的 大概是有4500人左右 所以现在旅行社都还在做紧急的处理当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